信与光学早前发盈起 市场也都憧憬股粉染纳 带动股价创新高 多间大行先后发表研究报告 齐齐唱好股粉前景 麦格里最乐观 目标股价提到140元 麦格里调高信与2018年盈利预差21% 2019调高34% 主要由手机镜头带动增长 3D镜头的使用量也都增加 表现量例 麦格里将目标价上调75% 到140元 评级跑赢大市 摩通就说 信与上半年的淨利润有机会达到10亿元人民币 高过摩通以及市场预期 相信信与在镜头模组上 有技术领先优势 在非智能手机镜头上也具领导地位 维持股份增持评级 目标价100元 富瑞将信与光学的目标价 由86元上调至96元 给了晚日评级 与其今年两年出货量增长 分别达到25%和22% 并维持13%的模拟率 信与光学预计 自折录业底指 中期纯利按年增加超过1.2倍 主要是由于销售收入大幅增加 以及利润率上升 当中包括手机镜头 车载镜头和手机影相模组的出货量 按年强劲增长 维持11分 来总和3分 提下来 3分